好 2016 總統大選激戰 除了主將魅力 副手加分或扣分也牽動了選情 根據平面媒體最新民調 殷仁配以超過4成的支持度大幅領先 朱璇配以及宋瑩配 而面對朱麗倫副手王如璇 今天下午3點就要搬離宿舍 覺得自己委屈沒有房子住 陳建仁也妙達會幫他祈禱 希望他能安居樂業 2016 總統大選副手比主將還吸睛 聖騎士對抗九天玄女 再來個妙天禪師PK 誰的搭配勝率最高呢 聖騎士 感覺禪師應該比較猛吧 十幾街坊有著聖騎士封號的暖男大人哥 還是最獲得民眾青睞 同樣平面媒體最新民調也顯示 副手由陳建仁搭上蔡英文 殷仁配支持度超過4成穩坐第一 遙遙領先朱璇配的18個百分點 以及宋瑩配的6個百分點 不過也有人認為殷仁配民調高 全因為陳建仁釋張安全牌 九天玄女 那個應該有點難吧 那個負面新聞這麼多 誰是一難 公教的那個色彩太重 民調是供我們作為選舉的參考 我們也希望飄飄入櫃 讓我們能夠勝選 謝謝 安全牌說安全話 但面對對手朱麗倫副手王如璇 下午3點就要搬離宿舍 王如璇覺得自己委屈 那大仁哥又給他什麼意見呢 我在這裡還是為他祷告 希望他能夠安居樂業 回答超有梗 連一旁媒體都忍不住笑出來 陳建仁回答時不時天外一筆 難怪三組參選人中 第一階段最佳分副手由他勝出 歡迎新聞城地人談刑的台北 採訪不到